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大陆媒体报道 贵州毕捷五名男童 可能因为躲进垃圾箱避寒 11月16号被发现窒息死亡 这起悲剧曝光之后 在大陆新浪微博上引起关注 已经有超过240万条的相关讨论 报道说 贵州毕捷公安公布 五名男童的死因是生火渠难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这个解释没能平息网民的愤怒 在腾讯微博上 网友纷纷指责政府失职 没有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和救助 有人说 看到这个新闻 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点火柴取暖最后冻死街头的故事 不同的是 一个是发生在丹麦的童话中 一个是发生在天朝盛世里 让人心痛耻辱的现实 一些网友表示难以置信 也有网友评论说 真的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一千年了 我们一点没进步 最近两天 200多名海内外各界人士 在网络上联署签名 呼吁释放一枚在推特上 发表恶搞十八大推文 而被拘捕的网友 星河舰队 据报道 星河舰队本名翟小冰 是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 十八大前夕 他在推特上 发出了一条 类似新电影广告的推文说 死神来了 即将上映 大会堂突然倒塌 正在开会的两千多人 只有七人幸免 事后却又一一离奇死亡 是上帝的游戏 还是死神的怒火 神秘数字十八 怎样开启地狱之门 十月八日 全球院线震撼登场 推文发出后的第三天 翟小冰就被北京公安 从家中带走 并行事拘留 理由是涉嫌散布 虚假恐怖信息 目前被关押在命运拘留所中 无独有偶 据维权网报道 为了确保十八大期间零上访 中国大陆各地政府 大肆打压访民 严控访民进京 对坚持进京上访的访民 则肆无忌惮地使用各种手段 进行逮捕 拘留 关黑监狱 软禁等等 据几位在北京的访民 小范围内不完全的统计 十月以来 进京上访后 被失踪的访民 多达一百多位 维权网同时公布了 这些失踪者的名单和电话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 时事禁闻